当一个女人玩过一个男人 会有这三种表现 第一个阶段 就是突然之间她变得特别忙 她回你信息的时间会隔得越来越长 联系你的频率会越来越低 经常是以工作为借口 第二个阶段 你问她怎么了 她就会回你 没什么呀 就是工作忙 压力大 很累 你想多了 然后她就开始增加联系你的频率 让你有种错觉 你们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但是你放心 这种态度啊 坚持不了几天 她又开始对你忽冷忽热 对你爱搭不理 第三个阶段 就是你不主动找她 她就不主动找你 你要主动联系她 她也回你 但是每次啊 就蹦那么几个字 更多的是一种表情来代替 特别敷补衍 特别敷衍 非常的冷漠 直到把你逼得崩溃了 你开始自我怀疑 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你的情绪呢 会越来越差 会导致你和她联系的时候 态度也越来越差 但是她 从始至终都在装傻充愣 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直到你受不了了 你会主动提出分手 她与此同时也会欣然地接受 更会表现出一种伤心难过的样子 然后她会说 你的情绪这么不稳定 我们分开也是一种选择 你又开始自我责备 又开始自我怀疑 又觉得我的情绪 怎么就这么不稳定呢 你不需要怀疑 你不需要自我责备 你是遇到了一个 典型的冷暴力渣女 最后友情提示一下 这种女人 一般过一段时间之后 她还会来找你的 你遇到过这种人吗